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留着纪念自己戒烟成功 目前已经五年没抽烟了 他说自己的父亲因肺癌去世 给自己触动很大 因此下定决心 坚决不能走上父亲的老路 戒烟第一天 老公就碰上了难题 他发现自己总是无意识地掏出打火机 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不知道该干什么 站起来又坐下 反反复复复 他知道自己想抽烟 告诉自己一定要忍住 戒烟第二天 一早醒来老公就发现自己不对劲 大脑昏沉非常困 一边吃早餐 一边打哈欠 不得已 他只能用冷水洗脸 让自己保持清醒 戒烟第三天 老公对抽烟非常渴望 心情烦躁 就像一根炮烛 点火就着 晚上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睡不着 不知道在思考 不知道在思考什么 回忆了三天戒烟生活 浑浑噩噩 前三天是最困难的 如果能坚持 就相当于成功了一半 老公说自己在三天内 把家里关于烟的东西全扔了 重新收拾了房间 喷了香水 陷在家里 衣服上已经没有烟味 整洁的环境 帮助他平复烦躁的心情 戒烟三天后 老公突然剧烈咳嗽 总是有黑灰色的痰液可出 有时半夜也会咳嗽 吵得家人睡不着 老公心想 为什么戒烟了咳嗽却严重了 他咨询了医生 医生告诉他正在经历戒烟阶段反应 咳嗽 咳痰 烦躁 乏力 瞌睡等不良反应都是正常的 这下老公放下心来 继续自己的戒烟计划 三个月后 他感觉到呼吸问题逐渐消失 睡觉不再憋闷 戒烟最大的受益者是肺部 有害物质停止对肺部损害 终于有机会自我修复 肺部先毛发挥作用 慢慢清除肺部毒素 炎症得以缓解 肺细胞粘液减少 很少有痰液出现 所以 在戒烟过程中咳嗽是好事 说明肺功能逐渐改善 戒烟十个月后 老公发现自己面部气色更好了 以前是蜡黄的 嘴唇颜色深 看起来不健康 现在皮肤恢复正常颜色 再者 口气 牙齿发黄的问题得到改善 他给自己安排了一次洗牙 嘴巴里没有了怪味道 戒烟两年后 老公做了一次体检 血压 心跳在正常范围内 心脏健康 肺部有轻微逆转 研究表明 戒烟五年后 可降低中风风险 戒烟十年后 肺部癌病的概率降至原先的一半 如果老公没有戒烟 那么他中风概率是常人的四倍 心肌梗死的概率是常人的两倍 平均寿命预计比其他人少十年 所以 不管是什么年龄 不管烟龄多少年 都应该尽快戒烟 一 吸烟的危害远远不止肺癌 显而易见 吸烟对身体的危害是巨大的 而且远远不止肺癌 一 老年痴呆 养尾 根据《神经学》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 六十五岁以上的男性中 吸烟者智力功能降低的概率比不吸烟者高五倍 研究人员指出 吸烟会损伤血管 使血液凝结 伤害大脑 引发中风和老年痴呆 另外 有研究显示 吸烟会影响勃起功能 每天吸烟一包以上的男性 发生勃起功能障碍的风险 比不吸烟的男性高百分之六十 二 出现了戒断反应怎么办 吸烟容易戒烟难 不少信誓旦旦说要戒烟的吸烟者 最后都走向了戒烟失败的结局 因为在戒烟的过程中 戒烟者很容易出现戒断反应 比如 头晕 头痛 吸烟会使大脑缺氧 造成精神不振 畸形下降 经常吸烟的人 大脑已经适应了缺氧的环境 如果突然戒烟 大脑的氧气供应变多 就会出现罪氧症 表现为头晕 头痛等 咳嗽不断 抽烟时咳 不抽烟时也咳 抽烟的时候 香烟产生的烟雾进入肺部 会破坏肺部鲜毛 降低肺部的排毒能力 戒烟之后 肺部鲜毛逐渐修复 排毒效率就会增加 引起咳嗽 乏力 戒烟之后 大脑和身体会不断代谢尼谷钉 要想代谢尼谷钉 就要消耗大量的水分和能量 导致身体疲乏无力 同时 戒烟产生的罪氧症 也会加重乏力的症状 试睡 同样的戒烟之后 身体的各器官和组织 会进入修复阶段 修复需要消耗一定的能量 从而出现试睡的症状 而且 睡着之后 戒烟者还会出于对戒烟的恐惧 焦虑心理 平凡做噩梦 导致睡眠质量不佳 有的人可能会说 自己也想戒烟 但是戒不掉 如果是中毒烟瘾患者 可采用尼谷钉替代疗法 在医生指导下服药帮助戒烟 另外 被动吸烟也会危害身体健康 如果家人喜欢抽烟 我们应该及时制止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人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